7月2日是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后 港股的首个交易日 香港恒生指数高开高走 放量大涨近700点 占稳25000点大关 截至收盘 恒生指数涨697点 涨幅2.85% 报25124.19点 主板全天成交1759.9亿港元 较上个交易日的1225亿大幅增加 对此 华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落地 有助于解除不明朗因素 市场避险情绪 在香港国安法落实后得到释放 国安法落实之前 美国说有一些自裁的声音 从特朗普到蓬佩奥 所以这个对市场投资心理 还是有一定的亚裔作用 就是大家有一点观望 到现在国安法正式通过之后 就是这个美国的制裁 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个主流市场的解读 现在应该是这么考虑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这个市场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明朗因素 解除了 除香港国安法影响外 杨玉川表示 内地经济在疫情后快速恢复 也是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6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 杨玉川称 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恢复较好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全球财政货币处于宽松潮 大量货币涌入内地市场 也带动了香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香港股市呢 它实际上不能够叫做香港股市 它实际上是内地经济的离岸市场 它里面的大部分的企业 都和多多少少和内地的经济相关 所以内地经济好 实际上就意味着港股企业的这个业绩好 经济增就是企业的增长的动力强 所以它就好它的基本面子好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